男子走到車頭前右手先是比劃一番 接著再走到右後車門 對著車門 車窗又比劃了兩次 仔細看男子竟然是拿著三秒焦 惡作劇隨意亂圖 反應過程全被特斯拉的哨兵模式拍下 他黏三秒焦的地方嘛 然後我這邊是壓不下去的 對比門把沒被灌過焦的 明顯壓下後彈器 灌焦的門把連壓都壓不下去 現在還得從車內開相當不便 門把好像打不太開 然後後來我們看一下窗戶 他好像也有點卡卡的 車主實在無奈 自己的百萬特斯拉還得回原廠檢修 事發就在30號台北市民生社區 車主當天把車停在停車閣內沒有微停 車輛卻無端遭到一名男子灌焦 還把犯案用的三秒焦隨意丟棄路邊 行徑相當惡劣 目前警方已經鎖定男子身分 要儘快揪出這名隨機亂灌焦的男子 除了要負起相關賠償責任 也希望別再有下一位車主受害 記者劉市長李宗澤桃園採訪報導 哇 你給我招 你怎麼要跑 你講一個原因嘛 詐騙通緝犯跑給警察追 最後自摔倒地狼狽落網上靠依法送辦 近年來詐騙集團犯案層出不窮 高雄一名網紅鋼鐵媽陳嘉玲 日前也接到詐騙來電 電話那段傳出小孩哭聲 媽媽救我 Ating就是老梗詐騙手法 讓他好氣又好笑 我兒子是腦性麻痺的孩子 他如果真的像你這樣子會哭的話 那我會很開心 語氣溫柔回應 沒想到劇情神展開 原來鋼鐵媽照顧腦麻的兒子18年 孩子生活無法自理也無法言語 沒想到詐騙集團也動容 就沉默了一陣子 然後就跟我講說 願上帝祝福你 相信你會越來越好 辛苦照料生活無法自理的孩子 從來沒離開他身邊半步 怎麼可能被綁架還哭喊求救 這一番話讓詐騙集團沉默了 甚至還替他加油打氣 說願上帝祝福你 希望你未來的路一切順遂 玉碧便立刻掛斷電話 留下傻眼的鋼鐵媽 如果他身邊有這樣子的家人 我相信他們也是會感同身受 才沒有再繼續再跟我聊下去 鋼鐵媽用堅韌的愛 融化詐騙集團的心 但可別期待詐團重拾人性 提醒民眾接獲可疑電話 切勿慌張落入詐騙圈套 記者綜合報導 我剛說擋到嗎 我剛擋到嗎 那你在罵XXX 那你在罵什麼 那你在說XXX 你先罵的 我你是要PC就PXXXX 是你先罵人的啦 女騎士和小貨車駕駛雙方在街頭 爆發口叫 你剛轉光的XXXX 那你剛在罵什麼 那你剛在罵什麼 我在陪你 越吵越大聲 到底什麼狀況 地點在岡山移出路口 女騎士和小貨車一起停紅燈 因為小貨車要右轉 爆發衝突 女騎士指控小貨車駕駛 狂飆三字經 PO文還原 和小貨車停在機車代轉區 女騎士要執行 駕駛要右轉 我讓了她 但莫名其妙被罵五字經 狂罵的那種 網友回應 轉完車要禮讓執行車 罵成這樣太離譜 不是有打方向燈就無敵 詢問當事人 是人家轉了一半 你才要超車 行車記錄器交出來 稱與一名男子稍早發生行車糾紛 造成其權力受損 女騎士火大提高公然侮辱 目前警方已經通知駕駛 道案說明 而高雄三多商圈 一輛自小客硬闖紅燈 沒有禮讓行人 差點撞上要過斑馬線的女子 讓女子氣到出腳踹車 行人地獄又出現 警方表示自小客沒有禮讓行人 最高可處三千六百元罰還 但女子出腳踹車 如果造成板筋凹陷 恐怕會遭車主提告毀損罪 記者高雄總報道 夜市人潮滿滿滿 卻出現一輛轎車 卡在人群中進退兩難 逛街民眾被對方擋住去路 全往車窗裡頭凳 駕駛誤闖夜市管制區 把街頭擠得水線不通 事發在新北板橋南亞夜市 遊客開心逛街 怎麼逛一逛卻塞車 原來駕駛疑似不守路況 沒注意下午四點到凌晨十二點 車輛禁止開進夜市土步區 釀成交通大打劫 經檢舉可開罰一千八百元 同樣汽車誤闖夜市意外 也出現在這兒 東西做準絕不準 那你東西又哪裡 我東西不移的話已經做準 我眼睛就看了我東西 攤販老闆Key Poop 指控對方把車開進 台北西藏街夜市 差點裝壞他擺攤販賣的商品 他請上去耶 剛剛開過來我也過不去啊 他就很大力的這樣敲我的車 副駕駛女乘客嚇壞 因為老闆竟然激動 出手拍打車窗 就怕對方翻臉不認帳 雙方張持不下 哪裡有做章他跟我講 我馬上鮮明 馬上鮮明 那保險公司要有儲存啊 沒有沒有沒有 之後自過進去我不認帳 不要再欠詐 其實夜市下午四點到凌晨十二點 都有管制車輛禁止通行 這回恐怕是駕駛疏 各退一步 化解衝突 記者綜合報導